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心放你手心 世界末日来临结 紧紧拥抱在一起 就在某点时间 带走我们的一切 至少我们还会拥有为彼此 放弃整个世界的勇气 我们的爱情 只是一种简简单单的守候 回来的路上 只要和你一起 手牵手 我快乐 你微笑 你烦恼 我知道 那种默契就足够 跟特性交织 而生天 滴滴滴 幸福的频率 胜过的甜言 蜜语 整个的天长地久 我愿意陪着你 走过青山万水 用你的地方 就有我 带你 这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啊 这小梅怎么回事 你都没跟我拍过 这么亲密的照片吧 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没什么要解释的 什么事都没有 这是在宾馆拍的吧 床边上 按着姿势 好像你还是自拍 你告诉我什么事都没有 佳明 你要相信我 我怎么相信你啊 你那是坐在床边上吧 你跟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到底怎么了 你不解释是吧 行 行 行 面对简佳明的责问 崔玲玲无法回答 这是她唯一为简佳明做过的事情 却又偏偏 是她唯一不能开口的事情 你 小明哥 佳妮啊 你干什么呀 佳明哥 你没事吧 你 你们说清楚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发这么大皮线你 这照片怎么回事 你给我解释清楚 我为什么要改变主意 你不好好想想吗 她能做这种事要求我 我猜她也不怕你看着 你要是不给她机会考虑 你这样子吗 不是我爸 我讨厌你 雷雷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找这种女人 你不找雷雷 还有 那朱彩儿 他们俩抢着来找我 你身边的女人还真是不少啊你 老婆 老婆 就选这个 宜景花园听着名字都好 不去 你看这又到外环了 我上班都不方便啊 除非你给我买那辆车 就现在的交通庸主状况 买什么车呀 你不添乱吗 坐地铁还是方便 我知道啊 可是要倒四次才能到市中心 我逛街多不方便啊 你又不是天天逛街 回头啊 咱找一个离家近点的工作 就全齐活了 你要让我住郊区是吗 让我彻底成为城市边缘人是吗 我好不容易才从老家 那个小城市转移到了大城市 你倒好 一下子又把我打回解放钱了 什么解放钱啊 就这地儿咱买了 以我在房地产界多年的经验 就这块地儿 明年房价肯定是翻翻的 我不去 我刚才挑的就挺好 那个是挺好 可是那首付得八十万呢 你说就我这两钱 加上我爹的积蓄 再把我们的组业都给卖了 那也不过 不过凑个五十万吧 那我回家让爸妈给我三十万 不就够了吗 那你这么说的话 那首付是够了 可咱每个月还得还五六千的月供呢 我把我的工资全搭了一边 那咱俩以后过日子 都得喝西北风了这个 你怎么老是这么想呢 你有点担当行吗 还个房贷还那么费劲 我倒是想担当 那我 我担当得起吗我 我不管 你要是在郊区买房子的话 你别想娶我 借个婚 连个正经的房子都没有 你说得过去吗 那我还真就无能为力了 你啥意思啊你 你耍赖了是吧 你无底迟到了是吧 我 我没有老婆 坐 坐 站住说 老婆 你说从咱俩认识的时候 我就是这条件 你要这么干 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 老婆 你说现在 我就是把我的两个肾都给卖了 那也无济于是不是 你每天对我一五喝六的 提出无理要求 我是不是都认了 但是你这无理取闹 总得有个极限不是吗 秋大海 你是忍不了我了是吗 我就知道你早晚有一天 不会珍惜我的 那我阿环别让给你买套房 就珍惜了 对 什么干什么呀这 这样吧 就 就这一件事 你听我的 我有经验 房子选在哪儿 我挑地儿 为什么让你挑 老婆挑不了 房子会不能挑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你还想挑老婆 你这级别的 有个女人跟你就不错了 你还挑老婆 没有 我给你机会去挑 我看谁跟你 你什么脾气 你不能这样 你 灵灵 灵灵 妈 你来了 佳明她没陪你啊 她出去了 你们两个没吵架吧 没有 没有就好啊 妈今天来啊 就是想跟你说个事 我已经难受好几天了 那个 就咱们小区 老李家那个闺女 你不是挺熟的吗 比你大两岁 这结婚好几年了 一直没孩子 今年夏天好不容易才怀了孩子 这两家人这可高兴啊 结果前几天 忽然说肚子疼 就赶紧送到医院去了 结果 还是流产了 还是个死胎 这两家人啊 难受得跟什么似的 她爸妈也急得生病了 她自己也哭得死气活来的 这人家大夫说了 年龄大了怀孕就是不好 危险得很 我这几天呢心里就犯嘀咕 你说说 你岁数越来越大了 妈妈 你想得太远了 远什么远哪 你们得赶紧结婚 赶紧生孩子 妈 我可能跟简佳明不会结婚了 为什么呀 我一看呢就知道 你们两个人一定吵架了 哎呀这两个人在一起 打打闹闹的吵着架 这都是常有的事 慢慢就好了 灵灵 灵灵 我跟你说话呢 妈呀我有点累了 我先上去睡会儿 喵 底灵灵灵您 我没那么做 我把照片都删了 都删了 你知道吗 没有哪个女人想那么做 全都是为了你 可她这种性格 怎么会这么干呢 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你难道不相信她呀 我相信 可是 这事要换了你 你怎么想 我会相信 因为最初想那么做的人 是我 又记得你 我们不动手 没儿子 就是想打电话 怎么办 一万一万一 最后来一个事 是有的 人还会来 她就是 杨坤 对 那个她的男朋友 你就是崔玲玲吧 我老听我们家兰兰提起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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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老提起你 这就是你们工作室吧 还挺有风格的 我就是在这儿打工 谦虚 哥们 没什么急事 我这是想问一下 你最近关于我 我想转转一下 蓝姐 你最近气色挺好的 这是国外水土养人啊 还是你这小男朋友 把你照顾得好啊 别瞎视了 说真的啊 我现在都接触不了 你们俩在一起这事实 不过你的变化真的挺大的 你看你的生活水平 直线上升 你就想好跟她在一起了 想好了 想好了 也是 趁年轻好好疯狂 你呢就是抓住了疯狂的尾巴 我也这么认为的 但不过她好像比你小挺多的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挺懵的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稀里骨头的就跟她在一起了 后来 她每天带着我去吃 带着我去玩 整天眼花缭乱的 我也来不及想太多 这段时间在国外 我静下来 想了想我们之间的事 其实我觉得 她身上有很多优点 她阳光 单纯 喜欢真实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其实她这个样子 就是我一直想做 却不敢做的 那以后你们怎么办呀 她确实比我小太多了 而且玩心也很重 不过 我还是有信心 帮她一点点改变 那就好 不好意思啊 接了个电话 没事 我是这个二楼也是你们的吗 我带你们上去看看 走走走 我家里太远了 你说这一来一回要好几天 光请假就耽误了不少钱 博雅 这样吧 去你家也得了 两天就够了 不行 为什么呀 这说了一晚都说不通 好 我告诉你吧 我父母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我现在把你带回去告诉他们 我要跟你结婚 他们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我们俩只有把这儿给领了 然后再回去告诉他们 他们也没辙的呀 这也太游戏了吧 你说不跟父母说一声 我总觉得他不踏实 我们回头了再告诉他们 不是也一样的吗 再说了 我多有先见之明啊 我老早就把户口 从家里给牵出来了 自立门户 我要是现在再去问他们 要户口的话 你知道有多难吗 你怎么老把户口给戴身上呀 我那是工作关系 欧阳啊 咱俩真的就这样把账给领了 你后悔了是吧 到车站了你还犹豫 我没有 结婚这么好的事我犹豫什么呀 我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我说吧 你就是贱 你都明知道是幸福了 你还愁眉苦脸的干吗呀 反正我是要扯得这儿 我现在也才踏实 要不总像现在这样 一吵架就跟我提分手 太没安全感了 要不咱就先不了了吧 你想得美 我去个洗手间 你要不洗 你赶紧回来 车快开了啊 好 我这儿没办 来啦 走吧 该进站了 没明白包啊 你把我拉着往前走 谁 你又在干吗呀 我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忘带的东西 好 我给你帮你 合本呢 我明明带着呢 朱大海 你别给我耍花样啊 真没了 你是不是搁家里了 不可能 我明明带着呢 那怎么办啊 那赶紧回去找吧 这车都快开了 哪有时间啊 那 你要不找到货口味 那去也白费啊 对吧 走走走 我这是服啊你 龙华 等我一下 我明明装包里了嘛 等我一下 我要 我为啥 能不能三寸 拍照 你被 accusedogram 蓝蓝 蓝蓝 对不起 你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 但是我又真的想不出别的办法 我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我那天晚上回来 我哼不得把这层皮都给撕了 我相信你 如果你真的爱我 以后就不要再怀疑我了 好吗 好 灵灵 灵灵 灵 睦睦 我来的不是时候吧 妈 明居委会那么忙 别总往这儿跑 怎么了 灵灵 舅妈刚才跟你说的那个 老李家那个闺女 自杀了 她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 但每次都让人救下来了 可这次当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完了 没救过来 妈妈 您这局到底怎么回事啊 孩子流产了呗 打击太大了 不行 我不能让你们再这么拖着了 家明 我要见你爸妈 必须见 听您的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飞着急着要见你们 但是我们邻居发生的那些事实在是太吓人了 你说如果你们要一个像灵灵这样的闺女 不是也担心吗 是不是 是啊是啊 虽然没女儿但是这种心情能了解 其实 其实我早就想让家明啊 结婚然后养个孩子 让我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 这毕竟结婚是他们年轻人的事 我们做父母的强迫不来的 不然这样吧 我今天就替你们问个结果 好不好 如果家明同意 那我跟他妈没意见 这个婚马上办 好 家明 你有什么想法 我 我 我没什么想法 什么叫没什么想法 你不喜欢灵灵吗 喜欢那我肯定喜欢 那喜欢还犹豫什么 我 是我觉得太快了 我跟家明之间的信任还需要慢慢建立 灵灵 别插话 我真的觉得太快了 叔叔 不是说我跟家明的感情不好 只是我们之间有一些小问题 需要慢慢解决 梁呀 你看 伯父伯母都来了 你就别太较真了 今天我来呢 也是希望跟各位长辈说清楚 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点时间 好 你的认真的态度我很喜欢 好吧 那就让你们想清楚 想清楚之后 我们再来结结个婚 好吗 好吗 这样可以吧 好 你家里面你都找过没有啊 我都找了一百二十回了 还没找到 再说 我真的是拿出来 你就是不想跟我结婚吧 真丢了 我也不想啊 那补一个多麻烦啊这个 就是故意的 怎么可能呢 你得相信我 我怎么可能不想和你结婚呢 对吧 赶紧再找找 我都困死了孩子 这儿我烦死你了 穷男孩 我恨你 烦 干吗呀 干吗 干吗 送到这儿就行了 快去去去去 喝口水 喝口水 你说你也真是的 阿姨今天这么高热情 一下被你浇灭了 结婚是那么草率的事情吗 说得出来不是挺好的吗 为了不让我妈见你父母她老吵着 现在叔叔不是也答应了吗 不是 咱俩也没什么矛盾哪 两个人在一起 信任是基础 对 我很信任你啊 不是 我那个是 一时接受不了嘛 你总得允许人有一个难受的过程 是不是 那么快就想通了 只要 那 真不是哪个女人都能这么做的呀 老鼠 老鼠 有老鼠 小心 有老鼠 谁信哪 你都站在这儿能有老鼠 喂 这是你先不信我的 你这什么狗屁逻辑啊 你明明在撒谎我为什么要信你啊 那我不管 反正是 你先不信我的 你这什么狗屁逻辑啊 喂 现行 喂 咱俩都什么关系了 咱和现行 结婚之前现行 喂 喂 有老鼠啊 骗了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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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咚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就是想你了 来看看你了 下午不是才刚见过面吗 我一分钟不见你 都会想你 咋 你下午跟我说那句话呢 我 我很感激 但是我觉得咱俩现在 还是保持一定距离为好 为什么 你说呢 要不是你非坚持 让我送你回家 也不会发生哪些事 我现在想起来的事 我的心里就有愧 可是那天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 你还能回忆得起来吗 我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被你灌得彻底端片了 你每次回到这个公寓中 你每次回到这个公寓中 你会想我吗 我想 不想 佳明 我真的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 我希望 你能把我当成朋友好吗 这也不可能 我现在觉得跟前女友做朋友 是件太危险的事了 我 我就是想 偶尔能看看你 咋儿 我已经决定跟灵灵求婚了 是 你是认真的 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吗 回去吧 挺冷的 出来这么久了 你也不回家 去看看你爸爸妈妈 好 我不想回去 你要是觉得带我不方便 你就自己回去嘛 不是那个意思 你说我现在想回 我也回不去啊 就因为你跟你爸闹矛盾 都是一家人 解释几续没事了 你说我现在回去吧 他肯定瞧不起我 觉得我是没钱了 所以我才回去求他 我才不回呢 我等他过几天给我打电话再说 对了 今天我去看瑶瑶了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我给他买点礼物啊 你喜欢小孩子 喜欢 你的我都喜欢 你真的不介意我有孩子吗 都说了 你的我都喜欢 你会一直这样对我好下去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总要有个心理准备吧 你现在 对我百依百顺的 让我觉得很幸福 万一哪天不要我了呢 你放心 只要你愿意 我会一直这么跟你好下去 那你会跟我结婚吗 随时啊 只要你想 咱们马上就去领证 你想什么时候 进我们杨家大门啊 讨厌 我也就那么一说 结婚哪那么容易啊 就算我准备好了 还不知道瑶瑶会不会接受呢 瑶瑶同意还不简单 我就把那个游乐场 全给她包下来 让她在里面随便玩 行了你 你以为 所有的事情 都能拿钱来解决吗 那我就 我就天天给她变魔术 我让她天天见证奇迹 说实话 我挺怕谈到结婚的 怕什么呀 只要咱俩结婚 那以后的生活 肯定跟你之前的不一样 起码 天天都跟初恋似的 对不起啊 不该替你之前的事 没关系 已经过去了 你今天早点睡吧 我出去一等 还要出去 怎么又要打派 昨天啊 我赢人家钱了 我今儿要是不去的话 显得我太小气了 那你今天就把钱还给人家 下次你别玩了 保证 说好了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早点回来 早点回来 稍后点啊 早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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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吧 我就帮他拿点吃的 不用 亲爱的 跟你说个事 你有钱吧 先借我点 干吗 昨天手气太背了 你说 把卡里钱都输了吧 还欠十万 十万 你 你们赌博啊 没那么严重 就是随便玩玩 你要是有呢 就先借我 等过几天 我跟我爸和解了 他就给我打钱了 不是 你说 我欠人钱不给 多丢人哪 上次您让我去买衣服 我没花 再加上一些存款 应该够了 一码是我的生日 我说亲爱的 你还帮我攒钱呢 以后有钱你就花 不用攒着 知道了吗 杨坤 你要是随便玩玩 也就算了 如果真是赌博的话 我提醒你 早晚都会出事的 不会 那你到底听见没听见啊 好 听见了 以后不许打牌了 其实没多少钱的事 不用这么认真 什么叫没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你出去玩一晚上 那些钱够有些人 花一辈子的 你有钱 怎么花是你的权利 但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真出事了 多少人为你担心啊 好 我保证我以后 一定不玩了行吗 我现在太困了 你要我先睡一会儿啊 你真的能说到做到吗 一定做到 我告诉你 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 如果你再有下次 杨坤 我立马走人 好 保证 你听见没啊 听见了 彩儿 你吓死我了 没事 我就来看看你 你最近怎么样啊 你们想要结婚了 还没考虑清楚吧 你到现在都还在骗我 我没必要骗你吧 以前我觉得 我自己是个恋爱高手 现在跟你一比 我真的是不值得一提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每一步都设计得太好了 你先是处处跟他作对 引起他对你的注意 然后对他的追求视而不见 身边拴着一个王朝阳 彻底记起家门 要把你抢过来的念头 最狠的是 我没想到你竟然会去找刘涛 这行为足够让他这辈子都离不开你 彩儿 如果说之前的事情 你误会我 那就误会了 刘涛的事情你不能误会我 我既是为了简家明 也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 如果那天去的人是我 家门一定会感激我的 如果去的是你你就明白 做了这件事情有多痛苦 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再提起这件事情了 可是为了家门 我愿意 你那天喝成那样 你觉得你去了 你还能完整地回来吗 不管怎么说 我彻底地输给你了 从今天开始 家门不会再让我靠近你们的生活 不管怎么说 都希望 你没记恨我 不会 从此 你们天各一方 这这间最小的了吗 长相不大好 你们要不再加点钱可以换个朝南的房子的 差不了多少钱 那差多少钱啊 不用了 这个就不错 挺好啦 那要不你们俩先看看这个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把定金先交了 不用看了 我来接一下 等什么等啊 咱俩出去说 去哪儿啊你 我们马上回来 你先听我说嘛你 你听我说 不是 你到底想怎样啊 户口瓣丢了 结婚证领不成了 先买个房子还不行吗 不是 我在那些地儿我凶闷 现在好了吧 还是憋着我 压力带了 不想登房奴了 是吗 不是 你说刚才你要把这个合约给签了 我现在就要去凑这个首付 我算了一下啊 我每个月工资搭了一遍 离这个月供还差六十三块 这完全突破我的极限了 邱大海 我刚刚选的 已经是最小的一间了 那这最小的我也买不起啊 我达不到你的要求 我的要求很高吗 你怎么不会想和我裸婚吧 你的意思是 我和你结了婚 咱们还得去租房子 你让我拿什么 平衡我的幸福指数呀 这个幸福和房子 它没有关系 你说你爱我我爱你 咱俩在一块儿过日子 这就是幸福 我爱你 我爱你这三个子 他不能当房租 不能当车开 不能当饭吃 这结婚 就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你倒好 你就想稀里糊涂地 把我给取进门了是吗 没门 你也不看看别人微博上 怎么写的 人都说 如果你不能给眼前这个女人 幸福的话 你就没有权力要求她 在你身边不离不弃 这是谁发的这么坑爹的微博啊 我们活着又不是活给微博看的 你就不能现实一点 我说的还不够现实吗 现在最大的现实就是 如果你还房子都不想买的话 就甭想和我结婚 那就不结啊 你说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那就不结了 你还敢重复 你胆肥了是吧你 你还打 你再打 你还打 你还打 你干吗呀 你别闹了 你干吗呀 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好好聊了 你说 从咱俩好的开始 我一直心甘情愿地让你打我 骂我 侮辱我 折磨我 没关系全来 我爽得很 可是 自从咱俩打算结婚开始 你 你就整个人都变了 要求越来越高 你 你甚至要求我的申告 我不能改变吗我 没有办法 你就说我不爱你 你考虑过我没有 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 好 你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那 你从那想想 我能不能做得到吧 如果这已经是你的最低要求了 那咱这个婚 我还觉得真就接不了了 我每个月赚多少钱 你是知道的 在家里宽在上网 我用最慢的 手机套餐我选最低的 都什么天了 我都想用凉水去洗澡 日子过成这样了 你还非要强弩地学人家 买车买房才可以结婚 我想一下我以后要面临的压力 我都觉得可怕 我每天一睁眼都要算一算 我还欠银行多少钱 我早就崩溃了 你说完了吗 你还是个男人吗 这点责任你都付不了是吗 别人不结婚是因为感情问题 你倒好 你不结婚是因为 帕黄房大压力大 我是压力大 那要不你还啊 我凭什么还啊 我是女人 那谁归定 女人就不能还了 那当然不能了 女人多辛苦啊 每个月得忍受 那么几天的折磨 还得给你生孩子 生孩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以前还说让人家当女王 你现在什么都变了 你当你的女王没有问题 可我 你这个女王太混妆 我这个奴隶 我 我要造反我 你敢 我想试试 少大海 你给我回来 来啦 你这是怎么了 少大海 不要我了 那不刚好吗 可以换一个 你怎么不安慰我 还说这样的话呀 我劝你呀 那谁劝我呀 你又不能安慰我一下嘛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一直就怕 求他还不重视我 我对他就很强势 我哪知道 他说他受不了了 他转身又走了 我这 我又不是想欺负他 我是爱他 我就是怕他不在意我 我怎么办 好了好了好了 我的小祖宗 其实我吧 也比你聪明不了哪儿去 以前我在男人面前 都游刃有余的 那是因为我在玩游戏 在规则外 现在我真的爱上一个男人了吧 我也什么都不会了 那 你说 我和大海还有希望吗 也许有 也许没有吧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 我的希望越来越小了 我альной我 不要再来 我还可以 我还要跟他 你喝着 不喝蚂了 你喝水 你喝水 我还要喝水 我还要喝水 你喝水 我还要喝水 你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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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喝水 你喝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突如其来的幸福 让周彩儿心中再次燃起希望 她知道 她终于可以再次回到 简佳明的怀抱了 环境不错 菜品一般嘛 你把餐厅关了 在人家这儿吃饭就被挑三紧四的 我是实话实说嘛 你觉得做怎么样 我又不挑食 你在我餐厅可没少挑 谁让你得罪我来着 嘴上我可不能吃亏 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我去趟修间啊 小姐送给你的 我还能把我当时 有没有熟悉的路口 能走回故事的开头 我还会牵你手 再走到汗泪万流 花盖到图你才变愁 心爱到窒息才呼救 若无法再拥有 就让痛永垂不朽 回忆想刺绣 让往事难陈旧 就算将心逃给烈酒 寂寞少干还能无中生有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哪怕是我眼里的希望 桑桑把它狠狠地变成绝望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如果你真的已找到幸福 就把我遗忘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演习 越华丽就越浪迹 三号三句 他只想风无言 含着泪叹息 这世界已经太冷漠 一生孤独那又如何 请忘了我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哪怕是我眼里的希望 沧桑把它狠狠地变成绝望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如果你真的已找到幸福 就把我遗忘 就把我遗忘 我不敢想 我真的不勉强 没有太多人 你 tatsächlich可以